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調小君 歡迎鎖定今天十一月十一號 在星期四晚上七點五十五分 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台灣所滅禮的形勢 有多麼險峻 有多麼困難 因為解放軍再度宣告 他們在台灣海峽要全面啟動演習 為什麼 為什麼要如此大動作 再一次的文攻武嚇嗎 也在這個時候 事實上美國國防部 在前天我們就告訴你 他證實 前天證實 美國的國會參眾意願 相當大的一個訪問團 的確來到台灣 那來到台灣 台灣的天空 非常的美國 非常的美國國會 不過他們強調此行完全符合美國 在台關係法之下的一個義務 尤其他們這一次軍機出訪 國會代表團的慣例 在今年來已經是第二次的 昨天一大早會見了蔡英文總統之後 在下午非常特別的一個行程 前往國防部來聽取中共威懾 台海的情形的簡報 而且這裡頭有兩位非常重要的 國會議員 也在他們的國會當中提出了 所謂的台灣震懾法 而這次訪台的三天當中 最主要的目的在掌握第一手 台海的最新情勢 瞭解我方在防衛方面 到底有什麼需求 有就是說這是一個台灣現在 所面臨的艱困的時刻 這也是為什麼 今天陳柏惟好不容易撥控來到我們現場 這是為什麼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的這一席 這也是為什麼在一月九號在台中第二選區的 這一席如此重要 如果你選出一個立法委員 對國家的認同 對國家的立場搞不清楚 甚至還模糊的話 還不是恐怖呢 還不是去掉了 還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所有的努力 可領全面泡湯 就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又看到也是因為 美國的國會訪問團來到台灣時 共軍竟然撤的時候大全面的一個演訓 五角大廈已經告訴大家 監控整個情勢的發展 好這是解放軍宣布 在台海附近進行大規模的演習 而且出動軍機在擾台 到底台灣面臨到什麼樣的形勢 林靜宜的競選總部當中 今天召開第一次決策的委員會 包括了民進黨跟積極黨的選區 所有的黨公職人員 展現了全面的大團體的氣勢 因為顏寬恆說 他要成為在地的代言人 而且朱立倫炮轟的是 林靜宜你根本是空降的 當顏寬恆宣誓我要成為在地的代言人的同時 奇怪 這十月十三日把陳柏惟罷免成功了 陳柏惟照道理國民黨的這個 台中市黨部的主委 應該要放鞭炮要慶功宴 結果國民黨的台中市黨部主委 竟然閃失良度請辭 而且是堅定請辭 覺得很奇怪 把要成功的主委 怎麼會失禁 阿伯罷免成功失敗的 台中市的相關 比如說民進黨的台中市黨部主委 好像應該要落跑的是他 人們沒落跑 人們繼續為一月九號的輔選來努力 到底為什麼 好看起來 嚴家對從政充滿的熱衷 但是可不可以清清白白的參選 嚴清彪 他掌舵了正南宮二十二年 欠債從資料當中顯示 一點八九億元成為嚴寬恆的軟肋嗎 正南宮的資產 包括他的債務飽受威脅的同時 真的說清楚 講明白了嗎 可不可以進一步來到新台灣加油 這裡頭包括了嚴清彪 不管是嚴寬恆 可不可以進一步來說明 而我們看到 聲稱周一寇說 他的人生受到了威脅 甚至恐嚇 甚至有人要告他 這牽涉到兩千零五年六月一號 鄭明昆被綁架 我們今天調出在二零零五 當時聯合報大篇復的報導 有十多篇的報導 嚴清彪的鼎力相助 也爆出了黑謬重重 到底疑雲有多少 贖金怎麼付的 從一億到三千萬 到有兩千五百萬 又有什麼一千七百萬 又兩千萬 哎呀好多好多 那錢有人懷疑 那錢從哪裡來呢 這能夠財務 包括嚴家的財務 一方八把一點八九的債務 那麼不斷的建設公司 也虧損同時 一筆一筆被迫 繳不出本金跟利息 要被拍賣 但是還死嚴寬恆的 一筆一筆的財務 又是在暴增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差距這麼大 這是正常的嗎 來邀請這幾位來賓 來首先訂閱介紹 資產媒體的王瑞德 小舅好 大家好 來訂閱介紹 激進黨的前立法委員陳柏惟 以及前臺中追封國小校長 也是兩度二零零八跟二零一二年 跟嚴清彪交手 參選立委的李順良 李校長來到我們現場 來 校長晚安 小舅晚安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來繼續介紹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舍老師 小舅好 大家晚安 好 歡迎國民黨的文傳 和副主委鄭世維 大家好 臺灣智庫民調中心主任 卓冠廷 小舅姐好 觀眾朋友 大家好 來 時事政治評論家汪傑民 大家好 來 汪傑民今天手上有一些資料 不過我們告訴觀眾朋友 來 請教瑞德大哥 這是國民兩黨的臺北市議員 第一次聯手 提出的是崇陽金 覆議 如果失敗的話 柯文哲必須要下台 來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國民兩黨的臺北市議員 怎麼會聯手呢 這怎麼一回事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那麼柯文哲在當選的 臺北市長的以後呢 那麼他片面的把過去 那麼臺北市政府 所發給的崇陽敬老金砍掉 也就是那個一千 所謂的一千塊 到一千五百塊的崇陽敬老金 那因為在我們臺灣 每一個縣市 大概都有九九重陽的時候的 敬老金嘛 有的有排富 有的沒有排富等等啊 通常是以60到65歲以上 老人家在每一年的這個 崇陽節的前後呢 會發這一筆錢 那柯文哲當時的想法是說 認為他的說法是說 他認為不應該齊頭勢的平等 去發這樣的錢 沒有意義 那麼一年必須佔掉 六七億的這個臺北市的預算 所以他把它砍掉 重點來了 他把它砍掉了以後呢 他自己認為說 他有用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說什麼老人共餐 還是有這個其他的什麼 悠遊卡之類的這個 反正就是不給老人家 這一筆這個紅包就對了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造成這個包括國民黨 包括很多的這個市議員 也包括來自於地方很多的批評 那麼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柯文哲的爸媽不是住在新竹市嗎 那麼他的爸媽 事實上不僅有領這個 所謂的重陽敬老金 那新竹市長林志堅 甚至也還親自到他們家去送 這個錢等等 那麼為什麼國民黨的這個議員 就認為說 為什麼你自己的父母呢 那麼會去領這個所謂的重陽敬老金 你卻不准別人的父母 跟阿公阿嬤去領這個重陽敬老金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那麼到後來啊 那麼經過這個國民黨呢 那麼市議員他們呢 堅持要假極動員呢 就硬拔推過去了 那推過去了以後呢 把這個本來一開始還有一些 無黨籍或者是說其他黨籍的這個 包括民進黨的其他一些人反對 但是後來他們可能是他們要選舉嘛 明年臺北市可能要選舉嘛等等啊 那因為諸多因素 所以還是給他過 那整個臺北市議會呢 有反對的居少數 那就贊成的人就把這個 相關的重陽敬老金 規復發這個相關的敬老金的 這個議案呢 給通過了 好 通過了以後 那麼現在柯文哲說他拒絕 那要提複議 他提複議 那如果複議過的話 他的命運會是如何 因為這是國民兩黨 在臺北市議會第一次破天荒 聯手抗科 沒有錯 那問題是 那麼就這就賭上了柯文哲的 正式生命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啊 那複議如果成功了 那就柯文哲贏了嘛 可柯文哲現在複議想要成功的機會 不大 為什麼不大 因為很簡單啊 因為你的臺灣民眾黨事實上呢 那麼在現在的臺北市議會 其實是占少數而已 少數中的少數啦 我講真的 勉強可以說第三大啦 如果國民黨最大 再來就是民進黨第二嘛 那麼再來才是 以前還有親民黨嘛 現在這個等於說 現在大概是民眾黨相關的有一些議員 但是還是很少啊 當國民黨如果跟這個民進黨聯手的話 那麼馬上 他們馬上優勢過半 直接把你這個等於否決掉的話呢 如果是先拼先拼死到幾天 那對柯文哲來講會是他政治 尤其是當兩年台北市長最大的一個挑戰跟傷害 那會間接影響到明年柯文哲的整個大選的這個架構 為什麼 包括台北市包括高雄包括哪裡他們民眾黨不是都要選嗎 包括他2024年還想選總統 那麼都會受到這個副議案結果重大影響 好 那麼對於在二零二四二零二二之後的市長的選舉 二零二四總統跟立委的選舉 很多人都說呢 臺中第二選區之所以可能會猶豫 是顏寬恆會想兩年之後再戰 那麼全部武裝全新準備 準備好再戰可能勝算比較大 但是不管怎麼樣 從猶豫他決定要參選的 他說鋪天蓋地的抹黑 而且呢對他而來呢他要以提告來面對這一切 我們要來看的是這一的挑戰 是不是才剛剛開始 那重點是Joy Cole的昨天晚上的論述裡頭告訴大家 他是站得住腳 而他內心承受到的壓力 所面對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勢呢 我們先看一下 到底為什麼一樁的綁架案會有這麼多的疑雲 這些疑雲從兩千零五年到現在 有十六年的時間了 還有交代不清的嗎 哪些應該要交代清楚呢 來看這個大現場 大甲正南宮副董事長鄭明昆驚船遭人綁架 時間發生在六月一號晚間十點十四分 家住大甲新陣路的鄭明昆與朋友相約 獨自外出出門不到十分鐘 行經人煙稀少的玉桃園就碰上埋伏的綁匪 林明華帶著表弟李家軒 小弟季俊毅黃柏廷汪命天然 要跑路就得有錢 目標首先鎖定 嚴清標的坐右手 四名在逃嫌犯 事隔半年再度犯案綁架的是 大甲正南宮的副董事長鄭明昆 而且開口就是一億元 就在警方為案情限度膠著的同時 有地方實力雄厚的嚴清標 與家屬動用關係 請出出號五名的李姓角頭 包括了嚴清標 李姓角頭 以及綁匪代表 後來就多次在台南私下談判 嚴清標當時開價一千萬元 不過綁匪代表要求2500萬 嚴清標表示接受 不過要聽仁直的聲音 所以綁匪代表也拿出手機 與肉票通話作為證明 鄭明昆的大哥 時任立委嚴清標 動用黑白兩道 付了2500萬贖金 把鄭明昆救回來 日經11天的綁架金昆 鄭明昆終於回到 台中大甲的家裡 家人特別為他過火 以及豬腳面線 幫他去去美運 鄭明昆平常歸來 提到當初被綁的情況 依然余計猶存 這個天空的事 跟他帶來的那個 我們這個高雄 那個頂青樓的 是 說小孩的人在這裡 幫你載就幫我們 在那裡就幫我們 載到那裡就幫我們幫我們 我們那個 交付都公調 我就在這裡就聽幾 我有電路 我有電路 我自己家裡的人 要是 綁匪最後在高雄 陳津湖釋放了他 而外傳家屬也付出了 2500萬的俗款 鄭明昆則是矢口否認 他既然就說 我聽你七八百萬這樣 你都幫你 有多少人 有萬萬 要在他家裡 都買到 在沿南看 看到這邊也沒看到 家人有準備多少錢 給他們 我 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這麼多 回到家裡 媽媽都不知道 有副相機兩千五百萬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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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 好 這個做新聞這麼久了 十五年的成年往事 導致於周一寇 為什麼被告 那周一寇有一番的論述 等一下還原這個大現場 但是我們也知道 額 演變到現在 易錦隆 他只是關心 媽祖婆的未來 阿婆啊 是不是可以還給 台中大假人 那包括了 王金魯的公子 王清林 他只是認為 擔任過三屆 正南宮董事長的 王金魯 他的爸爸 所看到的現象 跟現在似乎不太一樣 他們都提出了 共同的疑問 包括了周一寇 包括了卓冠廷 可是現在為什麼 現在有人急著 戴口罩嗎 把這些人戴上口罩 下封口令 不准再講了嗎 政論節目也可能 不能再討論了嗎 那我先請教 是陳柏惟 從你破天荒 創下數十年紀錄 打贏了顏寬恆之後呢 我想請教一下 你對於 不管他們家的財務 或正南宮的財務 你了解多少 因為現在看起來 像顏清彪 以前年輕時 公司經營不善 建設公司倒閉了 來你所瞭解的是什麼 波瑋 其實坦白講 在這個選區競選 他有一種這個潛規則 某種程度 你打得越激烈 不知道為什麼 你的票會越少 像我們的李孫良前輩 或者是之前士凱前輩 哇 那個之激烈 我還記得士凱前輩 那個時候用的這個宣傳車 叫做無敵鐵金剛 他前兩句是這樣唱的 我們是爭以德一方 邀喝惡勢力來對抗 可是地方的民眾 他不會覺得對方是惡勢力 所以你越打越黑 越抹他 反而會讓民眾反感 那這個反感是什麼來的 就必須要由他的歷史脈絡來看 我們都知道臺中有紅黑派 這個也已經講過很多次 可是紅黑派到底是什麼來的 是因為國民黨當時來到這邊的時候 發現有很團結的一群臺灣人 他沒有辦法去做控制 於是他就用分化切成兩塊 然後讓他們分這個產業而治 所以在海線這邊有黑派 然後三線有紅派 後來大家跟人參加會 因為變成為什麼變大縣 這個叫大選區大雙酷酸多席的立委 所以巴默濟國洞 楊瓊英 江啟成 劉松帆 也是從這個臺中海線出來的 所以到了後來第一次紅黑大合作 以前都是殺得刀刀劍骨 因為對他們來講 執政黨就是國民黨 然後紅派黑派反而變成是國民黨的兩個 好像是小黨或者是說所謂派系 所以他們其實是長期不合的 我的這個你動我的馬 我就打你的狗 那種就是殺得很激烈 甚至是縣長輪流 當一個議長一個副議長 那個就大家都分配好了 可是進入民主化之後 兩派反而會覺得說 這個就我們的地盤 為什麼還有第三個 那個時候叫民進黨 或者是說所謂犯黨外 這些像李孫良校長 就會覺得 我就不喜歡國民黨 我還加入你們的派系 參與你們運作 那我怎麼可能會接受這樣子的作法 可是紅黑兩派 你要知道他在地方是非常照顧自己人 他們雖然對外 紅的看到黑的看到紅的 像那個李孫良 剛才看到黑鞭鞭兩個就要認識 可是在整個對自己人的照顧上 我們要安排什麼位置 要怎麼樣借貸 誰遇到什麼困難 家裡要開發 要變更土地什麼 他所有的政府權力 都可以充分的運用在地面上 甚至包含公務員系統 我們要怎麼樣的 坦白講就是僑人士 要開什麼樣的公司 做一條龍協助 那種所謂的服務 是現在的民主法治 坦白講都還不一定做得到 那個是比較偏向人治的 那人治他就會出現一種 叫土皇帝的狀況 所以對他們來講 土皇帝不見得是惡勢力 不見得是壞人 我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會幫我的忙 當他這種服務 可以服務過半的人的時候 他就可以順利的當立委 當他的服務 沒有辦法滿足一半的人的時候 他就會被換掉 台灣在很多地方 都有這樣不同的派系 包含高雄以前有這個白派 黑派 紅派 包含現在僅存的 可能雲林張家 彰化卸家等等 他們都是這樣子的 所謂地方派系 我如果不超過一半 一半再多一個 我以後就做立委 我如果不超過一半 我以後就沒去幾堂做 所以第一次紅黑共治 是什麼時候 2008年 那個時候是單一選區兩票制的 第一任實施 實施的時候出現一個問題 以前大選區嘛 我紅派有可能在那邊後人 紅派在我這邊後人 但是你也一區一區切出來的 單一選區兩票制 我一邊只能回到一個立委 我安排黑派要怎麼當時殺人 所以那個時候就變成 顏清彪去參加 這個劉全宗的孫子叫 劉松帆的子子叫劉全宗 他去參加他的開幕 然後換劉全宗來顏清彪 這邊參加他的進總開幕 意思就是我如果在那邊的黑派 要投給紅派的人 紅派在我這裡選區的要投給我 這個時候這兩個是大咖 有一個小咖就從他的家鄉被踢出去了 那個那個人就是出生在無期的 最年輕省議員叫楊瓊英 他就被踢到山上了 所以那個東西就是紅黑共治 地方都自己喬 誰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自己點兵點將來分配 所以對這個當地的人來講 你越去揍他們 他們會越覺得你在欺負我的人 你在欺負我的老闆 欺負我的親徵 欺負我的這個主管 他們是會覺得我們被欺負 那種那種在地的那種團結信是這樣子 所以我去選舉的時候就明確知道 有的時候打不一定是要打到這個刀刀劍骨 所以二零二零的時候 是我選我的他選他的 我選的票比較多 所以我當選了 可是二零二一年的罷免 完全顛覆這件事情 他們去連勝文質疑我太有錢 嚴加說我欺負他 然後就把我講得十二不赦 坦白講這些現在你們遇到的檢驗 都不是我發動 我也不知道那麼多東西 我知道我也不一定會講 可是問題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 因為大家發現 你有私心 你所謂的集團跟派系 你必須是為民為國嘛 你必須是為了這個地方派系 為了集團為了大家組織的利益 所以林敏林辭職 台中黨部主委 有一個很顯而易見的事情 就是我跟你沒有共生關係 我如果跟你有共生關係 我會怕如果嚴加掉了 我會受傷嘛 可是你掉了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我可以很自然的離開 沒有包袱的離開 這是第一個原因 後面還有三個可能 我如果是台中黨部的主委 有三個角色中央地方跟候選人團隊 中央朱立倫看起來在台中 沒什麼影響力 江啟臣好像都比他有票一點 朱立倫來的時候 遠遠看不到是葉原志在 朱立倫 所以拜託你不要繳禍我這邊 盡量離開一點 第二個地方黨部 他是檢討自己 因為他說這個選舉很重要 我認為這場選舉太困難了 我不是任這麼重要的職位 所以他離開 第三個這盤菜炒不出來 候選人團隊本身這盤菜 我覺得可能沒有辦法煮出好的料理 所以他放棄 不管這一二三四哪一個理由 總之林敏林他的辭意盛奸 但是我從他的非共生關係 非共生結構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理解到 嚴加的這個勢力 所謂的分裂解的情況下 第一個 紅派至少他都還是國民黨的 他在罷免我的時候 林敏林先生也是出非常大的力氣 可是在要當選舉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他有私心 因為接連被檢驗的事情 包含過去的 不管是有爭議的啦 或者是法拍的方式 你會讓人產生一種感覺 就是為什麼你非做立委不可 理論上真的是這樣 我如果有一億八千萬 我如果有車有房 有這麼多的這個 我甚至有八歲的孫女 我真的沒有什麼理由 一定要出來拋頭露面 你後來被人家發現猜測是說 你如果沒有了立委的職位 你所有的東西都會失去 你的權力結構帝國會漸漸崩解 你可能會開始被銀行討債 他不得不為了自己出來選立委 這件事情 觸怒了國民黨在地其他派系的人 後來才發現 你不是那樣為集團 不是為派的 原來你要選入是為自己 鞏固字也僵生 對 這件事情會造成 他們內部的崩解 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 坦白講 出來打的很多 包含前政長 這個也是黑派大佬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叫得動的人 包含曾安公的信徒代表 甚至是很多我們看到很細節的 建設公司的股東等等 那個都是你們自己人 所以我們在看這件事情 我相信二零二年的時候 這些人一定都是支持人家的 但是卻在二零二一 罷免案結束 理論上最大戰功的台中市黨部主委 在提名人之後宣布請辭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指標的事情 那當然國民黨會宣稱他們很團結 然後我們大家排排戰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你去看前天參選記者會 那個氣氛 他像不像是一個我們整軍備戰 要出鄉前走 是不是一個士氣高舉雙手 然後那個要前進紙巾城 不是嗎 看起來是比較冷靜一點 比較冷靜喔 比較 因為我看陣仗也很大啊 爸爸站旁邊啊 市長坐這邊還有立委啊 我們看這種場合看熱情 那我認為當那一場的熱情是不足的 比較像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大堆頭 他好像是直播 他是直播沒有錯 不過直播比較看出看不出氣勢 到底不應該直播啊 對不對 比如說到中央黨部去開一個大陣仗 記者會應該會更熱鬧 為什麼 某種程度 我認為他要搞到一大堆人 來他們家開記者會 來他們家開參選記者會 這本身就是一種很 我認為是很傲慢的象徵啊 比如說我那個時候參選的時候 我是來臺北借了好像台大 不知道什麼啊 跟會議室 然後像這次林靜宜 他要參選 他也是回民進黨黨部來宣布 那大部分都是依這種邏輯 你沒有看過主席來我家 開記者會宣布我要參選 我去看哪一個國家的徵召 也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所以他擺那個場面 很明確就是嚴加要求的嘛 朱立倫不會像是朱立倫被徵召 對啦 朱立倫如秀燕被徵召 所以你可以看的那個氣氛 其實我是講這 你去看韓國語的場 即便人小小一點點 然後他在那邊開大家玩笑啊什麼 一隻專雲劍什麼東西 哇那個下面的氣氛 其實是搖搖到那個熱情 民眾會揮汗 可是你看那個當時做第一排的 就是好像我們在上爭論節目一樣 你講完換我講 我講完換你講 那個不叫熱情 所以我認為 他們當然還有他們的基層實力 他們也有他們很多選舉的方法 那但是這一次的事件 最大的傷害不是我們的支持者 會不會出來 或者是會不會因為討厭 他而激化中間選民 而是從他內部裡面 發現這樣子的矛盾 發現他沒有想 大家想的這麼大氣 這麼這麼這麼大方 反而是有點自私 是為了自己的權力 才站在那個位置 我想很多人會慢慢的選擇 默默離開 好 如果嚴加這麼熱衷政治嘛 那麼這麼熱衷來參與 這一次在一月九號的補選 那不過我請教 那可不可以清清白白的參選 可不可以把相關的遺允交代清楚 我感覺比如說你自己的財務好不好交代 你覺得比如說以顏寬恆來講 或是顏清標來講 甚至這兩天我們在對這個鎮農工的部分 我覺得鎮農工這個財務好像 好像能談的人不多 因為要談的人只是要易錦榮 然後手機被太太管收 然後也不方便上節目的 王清嶺的媽媽被拜訪之後 媽媽也拜託說基於安危的問題 叫他不要再接受我們的訪問 說真的 我們是意外 意外 意外有人把他電話給我們 我們是意外打給他 他也是意外接到電話 那談了非常久 你覺得這裡頭你覺得有交代清楚嗎 你自己的財務有沒有交代清楚 你覺得顏寬恆跟這個顏家 包括鎮農工財務交代清楚了嗎 還是說先封口為先 我只能說 他怎麼樣都交代不清楚 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心要交代 大家要知道我在被檢驗的事情 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情 都是當時已經寫下據點的 但他們的所有事情 是到現在還在產生影響的 他今年八月十三 還把殺戮服務處用六折的 這個價格法拍拍回來 他之前所說的爸爸的土地賣掉 兒子用法拍的價格買回來 這些都是到現在還有影響的 甚至是包含銀行的欠款 那個不是說我們在檢討 他以前的舊室 挖他的股份 他在講的那種東西 不是你那個時候獲利到現在 都還一直持有 請問一下我們一個人被法拍嚇都嚇死 我如果一個月手機六百塊沒繳 他電話不知道打幾通 什麼我房子被法拍 完全不緊張 爸爸不見了換兒子飆回來 我就問簡單一件事情 他如果真的像他們講的這麼弱勢 他們講的這麼潦倒 你覺得他看起來像嗎 他的服務處 他的組織 他出場的氣勢 他的穿著打扮 他這個使用的車子助理無數 他看起來選區看板 林立那個東西 就不是一個弱勢的人會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就是強勢裝弱勢 令我想起一個人叫韓國瑜 你看他剛剛市長選後 你去比對他的事蹟跟韓國瑜的事蹟 這叫令人喊嚴 為什麼 你看他說 你在我現在好像在我家裝監視器 你記不記得韓國瑜說就裝過追蹤器 他說請鋪天蓋地的網軍來抹黑 韓國瑜是不是講過蔡英文動用國家機器 這一從頭到尾的脈絡 韓國瑜你是十七年沒有工作 還可以游三碗水 閒雲也好 還沒有不用交代財產哪裡來 你可以買到七千萬的房子 然後在我們年輕人完全不能理解 我們打拚二十年 不要說有沒有有沒有一個七萬 有沒有一個七千萬 有沒有一千萬 我都不確定了 所以他們現在在做事情 就是我就很好的 但是我就假的很可憐 這件事情民眾沒有辦法了解 而他所說的服務 他所說的基層 以及他所說的這個地方需求 其實就是過去他們黑派 所需要的不管是從政府要資源 不管是這個地方事務的敲竊 這些東西是本來我們在外面的人 就沒有辦法介入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給靜怡醫師一些建議的話 第一個他們接下來的抹黑 一定會鋪天蓋地 那看我的例子就知道 而且到我選後還在抹黑 我是什麼電競會長什麼三十萬的 那個我要跟大家講 真的沒有電競會長 對 所以靜怡醫師這邊 應該會要有一個新聞應變小組 來應付這樣子類似的抹黑 因為他真的是無中生有的 那第二個除了自己的部分 針對對方我們就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讓他知道 自己在公共政策上面的不足 那在地面上的話 就有陸戰的這個曝光 來爭取50%加1的選票 我想這三件事情都做好 這個該黨的黨柱 該公的公出去 那尤其在這個 當立委的專業表現上面 坦白講我當一年九個月 他當七年 我質詢次數比他多十倍 他說他做我做一次 他要做十次 這項數量才能夠抓到我 然後林靜怡醫師辦 他提出的法案 他的口條 他的論述 我想做一個 真做一個稱職的立法委員 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尤其跟嚴加比較的情況 我還是衷心期待 一月九號 我們的選區選民 包含我自己也是選民 我們能夠投出一張 這個代表我們想要改變 想要進步的選票 我們不想要再被少數人 或者是地方派系 給控制所把持 我們希望可以走向真正 踏入民主的那種 離開舊時代政治的那個勢力 我們可以用手中的選票來決定 柏惟剛剛特別提到 紅派黑派共治 這樣的一個生態 你知道你讓我想到 其實阿彪哥的這一家建設公司 他說瞭解 其實是紅派黑派共治 跨黨派 跨派系的共治這家建設公司 做到瞭解 瞭解到沒有 我之前一直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裡有高東 張文宜當董事長 副董事長是顏青標 總經理是現在國民黨 台北市黨部林敏林的弟弟 叫做林敏榮 這過程領同 林敏榮現在貴心 然後也被開槍 剛剛博惟提到 那如果紅黑兩派共治這家公司 換到瞭解 瞭解應該是股東共同來賠償 為什麼法院判決裡頭 變成是顏青標被求償要還 那六千萬元 本來是八千一百零五萬元 這個部分的真相是什麼呢 等一下來幫我談 但是但是我們在講的是財源的問題 周玉寇因為他在監督正南公的董事長 顏青標是神棍 還發文指控顏青標欠款六千萬元 十年不懷疑脫產的方式 台幣照物 那顏青標在九號親自出面去解釋原委之後 更喊話 顏家不戰不拒戰 接受挑戰 我們看看周玉寇呢 在昨天晚上他的最新的說法是什麼 來聽聽這個大西 我們繼續做解析 十六年前的事情 你用檢察官給我起訴 我跟各位來報告一下 十六年前我在電視節目 同樣是做電視節目 我們討論鄭明坤跟顏青標 他們的正南公鄭明坤被綁架這個事情 當時提出質疑的是聯合報 聯合報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分析 這個綁架涉及自導自演 什麼叫自導自演 因為已經付了贖金 那個贖金呢 一億 所以呢 媒體當時 懷疑這個叫做 自導自演從正南公搬遣 這不是很嚴重的事情嗎 有黑道 有殺死 有什麼 有顏青標 有鄭明坤 說他可能 他是黑道立委 就是有一個這個標題之後 他去地檢署告我 然後檢察官約談我一次 那個女檢察官 一個禮拜就把我起訴了 各位 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那個時候是民國94年 2005年 嚴青標如日中天 他在立法院裡面擔任了立法委員 他可以施壓給非常多的人 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坐牢 他還沒有被判刑 他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子 這個家族的醜聞 全部都這個列在新聞報道跟法院的判決 嚴青標董事長 你在16年前 用你的威嚇的力量 用你的威脅的力量 施壓給檢察官 在一審的時候 檢察官起訴我 一審判決 他敗訴 結果他還施壓給檢察官 叫他上訴 我被上訴之後的高等法院的檢察官 又判我這個勝訴 他敗訴 他被證明就是這個 治倒自演這個案子是有問題的 16年來 你們有說明嗎 鄭蘭公有被檢驗嗎 16年前我都不怕你了 16年之後我會怕你嗎 所以再說一次啦 你嚴青標像個男子和大丈夫 你不畏戰不拒戰 你接受挑戰 你剛才不是站起來了嗎 好大聲喔 我沒怕啦 好 不畏戰不拒戰 接受挑戰 包括鄭蘭公的財務問題 我相信從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贖金 一億三千萬 兩千五百萬 又兩千萬 甚至有一千七百萬 那這麼多 這麼多的一個贖金的一個金額 包括到底是誰綁架 那最後誰去瞧 最後的資金是怎麼付的 那資金又是從哪裡來的 這裡頭真的牽涉到鄭蘭公嗎 我們要好好的談 我們特地調出 在當年聯合報的報導 這是在這起十六年前的綁架案 到現在真的還隱隱重重嗎 可是周宇寇跟當時的資深媒體人 楊憲宏都對這個案子提出了一些質疑 首先你看到 這是在兩千零五年六月十二號的聯合報的報導 鄭蘭公副董附屬三千萬元獲釋 鄭蘭坤遭綁十一天歹徒開價一億元 顏親喵托人赴菲律賓談判 警方鎖定靈命化集團 他說呢這個鄭蘭公的副董事長 本月一號就是在二零零五年的六月一號 晚上訪友途中遭到歹徒綁架勒屬一億元 家屬請立委 顏親標救人並託友人往菲律賓交涉 匯署款三千萬元到大陸戶頭 仁智才在昨天獲釋 顏親標是透過綽號 臺中市角頭李兆雄 以及昔日黑道大哥楊霜武 與歹徒委託的中間人在菲律賓談定籌碼 這種第三國談判 大陸附屬的綁架手法 國內還是首見 那麼根據鄭明昆說辭跟歹徒打給家屬的勒屬電話 已經鎖定臺中市耕毒案 槍擊案的再逃主嫌犯 黎明化跟同夥黃伯婷 紀俊毅李家軒涉嫌這起綁架案 耕毒員的案件槍擊案發生在去年 等於是二零零四年的一月造成三死兩傷 獲釋的鄭明昆說被綁十一天 都拘禁在一棟透天錯二樓 雙眼被蒙住 地點不清楚 昨天凌晨歹徒叫醒他 由三人開車一個多小時 把他載到高雄縣大樹鄉的萬大和平公園釋放 他在搭車到陳青湖 聯絡家人接他 在中午十一點鐘返回臺中 同一天在六月十二號的報導 以黑之黑 中間人紅包五百萬 我們看相關的一個報導 聯合報從六月十二號 十三號 十四號 包括同樣是UDN 多人官司纏身 鄭家湊不足錢 一個哥哥逃往大陸 販毒又殺公安 鄭家花了不少錢 才有死刑改判 無期徒刑 他在講就是說 大甲正南宮副董事長 鄭明昆遭到綁架勒索 鄭家付了三千萬元俗人 但警方側面瞭解 鄭家的財富並不雄厚 才會拖到十一天來交款 而且可能是分期 先付一千五百萬 另外一千五百萬 有人口頭保證 好 這個是當時聯合報的報導 我們繼續來看呢 同樣在六月十二號的聯合晚報的報導 黎明華敢綁鄭明昆嗎 背後已有大咖 是否交贖 贖金多少 為何被綁 鄭明昆以多保留 警方已有內情 不排除有總警察人 好 這個案件裡頭呢 因為鄭明昆說被綁期間未遭到歹徒淋略 對方提供他飯吃 並且讓他洗澡 洗澡之後他自省蒙面之後走出 從對方的談話 確定百途有四人 不過鄭明昆對家人是否交付贖金 不願說明 這一點與台中市議會的議長張宏年 五年前遭到薛球 陳毅華綁架 或是後稱一場誤會 未付贖款的情況類似 張宏年是在薛賢等人落網之後 才稱他們交付贖金三千萬元 這是同樣一天的聯合報 舊肉票 王金平牽線 國安局參議咖 警方一度懷疑 黎明昏搭上張熙明 暫時排除涉案 調查局掌握張集團的行蹤 來我請教是張宏年老師 從高院的判決當中 又看到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言清彪會鎖定周一寇 到底為什麼 發生在2005年的這個鄭明昆的綁架案 驚動社會 為什麼呢 因為疑點重重 而且一開始所涉及的呢 這個贖金是一億元 後來呢 有打折 但是呢 有三件事情呢 我們必須要先確認 雖然呢 有許多的疑點 有許多的爭議 哪三件事情呢 是客觀存在的 第一個 言清彪始終跟黑道的恩怨 揮之不去 不論是他在一清被管束之前 跟美國林博文之間的恩怨 或者是說呢 1995年 1996年 教唆小弟開槍警匪追逐 都有他的身影 這件事情呢 只是被媒體爆出來 所以第一個 跟黑道之間始終有恩怨 第二個是什麼呢 台灣的政治人物這麼多 還有呢 台灣的宮廟這麼多 為什麼是鄭南宮 為什麼歹徒會蜘餘 因為鄭南宮富可敵國 金碧輝煌的這樣的形象 已經聲落在呢 民眾心中 大家看到媽祖出巡 或看到呢 香油錢呢 基本上被拿出呢 晶片或是鑄成呢 媽祖的這個神像 這個基本上大家都認知 鄭南宮背後 基本上財富呢 是非常非常雄厚的 這第二個客觀是 第三個客觀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說的寒蟬效益 那時候就發生了 什麼意思呢 顏青標不喜歡人家討論他身上的爭議 那我們就看看 當初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鍾玉寇資深媒體呢 這幾天有做還原說他16年前都沒有再怕 難道今天會再怕嗎 因為針對剛才我說的 鄭明昆的擄人勒索 還有附贖金的事情呢 鍾玉寇在節目之中 在主持的廣播節目跟政論節目之中 邀請來賓做討論 然後呢 有來賓假設 像楊憲宏告訴大家說呢 警方不能相信這樣的說法 我個人是不信啊 因為他認為疑點很多 陳潮新呢 資深媒體的 另外一個社會線的資深媒體的呢 又他的見解 鍾玉寇呢 基本上在主持的過程之中 也質疑這極有可能是因為 財務糾紛 自導自演 所以說呢 嚴清彪跟鄭明昆呢 基本上呢 就去告鍾玉寇 妨礙名譽 所以說呢 在一審的時候 無罪 簡單來講 這個妨礙名譽是不成立的 但是呢 嚴清彪呢 跟了鄭明昆呢 繼續上訴 上訴到呢 高等法 台灣高等法院呢 第二審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判決書的結果 嚴清彪 依然敗訴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法院給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發現 言論自由跟無罪推定 還有呢 公共論述的可貴在哪裡 不是說呢 你對我指指點點 有所指教 我就基本上呢 希望通過法律途徑呢 對你封口 周玉寇一開始只是問大家說呢 這件事情呢 疑點重重 是不是有自導自演的可能 那請問大家有沒有討論這樣事情的公共需要 或者是社會力 我說有 為什麼 請記得我說有三個客觀事實 那三個客觀事實前兩個是什麼 請問嚴加過去啊 跟黑道素有恩怨 這是客觀事實吧 請問這樣的恩怨有沒有引發台中當地治安的隱憂 或是民眾的心生恐懼 有吧 請問這有沒有討論的價值 有的 第二個 正南宮洞見觀山 影響到台灣宗教界的活動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 有人想要東施孝平 或是呢 去綁下一個宮廟的董事長 有沒有這樣子的示範效果 有吧 這麼有討論的可能跟必要 眾上所述 法官告訴大家 所謂的原告舉不出真正實實破壞的證據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原告無法告訴大家 這些議題沒有討論的價值 所以不應該拿到公共電視 或拿到電視台或是媒體來做討論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這個原告還無法舉出呢 所謂周玉寇所邀請的來賓的人呢 在討論這個內容之中 違反事實陳述 還有呢 違背什麼呢 直接造成惡意之言論 也就是畫法射箭啊 或已經設定了一個結果 忽略了整個環節 就是要告訴大家只有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叫做自倒自演 因為欠債務沒有 來賓基本上也還原了多面向不同的解釋 所以呢 沿親標跟正明坤的上述被駁回 這也是周玉寇告訴大家說呢 當年我這樣說沒有事啊 我也沒再怕啊 你現在呢又告訴我說我把你打成黑五類 或是有許多媒體人呢 對他批評是惡意的 其實這些東西 周玉寇跟當年法院派就靠大家說 一切可受公平 這就是結論 來我請教瑞德大哥 這個案子你應該很瞭解 周玉寇的質疑自倒自演 有沒有可能從一億元到三千萬元 到底背後真的有大咖的總警察人綁架了他 沒有曝光嗎 那還有就是 如果剛剛我們看到聯合報相關的報導 我透過了慈母框 把聯合報相關的報導 他認為他對這個贖金是怎麼來的 有一些懷疑 甚至這個贖金 有人一度懷疑 那有沒有可能是怎麼樣 是 正能工 正能工拿出來嗎 對 是正能工拿出來嗎 來你怎麼看 我先說 那麼關於今天 那麼顏寬恆在正式的這個發表說 那麼對於抹黑跟造謠的行為 他跟他爸爸說 那麼媽祖的慈悲心 有媽祖慈悲心很好 但是這個慈悲無用 所以他要找律師提告 對不對 那我覺得就是尊重嚴家 你要怎麼做 我記得他在宣布要參選那天 就這樣講了嘛 對不對 不過我突然間想起了 有一個人當年 那麼在參選總統的過程當中 也是幾乘客的 搞了幾乘客的 媒體人 主持人 那個人叫韓國瑜 對不對 也是 因為台灣是一個支持 言論自由的一個國家 那至於講到當年的鄭明昆 也就是那麼大甲鎮南宮的副董事長 鄭明昆被綁架案 事實上這起案件呢 不是只有鄭明昆被綁架而已 他被綁架後的沒多久 大甲又發生了另外一個被綁架的人 為什麼呢 大甲鎮南宮嗎 不是鄭南宮 是在大甲 而且這次被綁架的人更離奇 為什麼 當天 那麼鄭明昆呢 他騎摩托車要去打麻將 要去前大甲鎮長 無鎮長的家裡面去打麻將 知道這件事情的人非常少 就沒想到呢 那麼他摩托車騎到一半呢 到一個比較偏偏路的時候 突然間被一輛車撞 撞了以後呢 假車禍立刻把他壓上車 然後緊接而來就帶走 帶走了以後呢 歹徒利用鄭明昆的 這個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利用他的電話呢 打了一通勒索電話 就是那一億的贖金的這個由來 打了一通勒索電話了以後呢 那麼這個歹徒非常狡猾 因為他就是在台中耕獨員 談判的過程當中啊 開槍打死三死四傷的 耕獨員的嫌犯主嫌 叫做林明化集團 那麼後來呢 他打完電話後 立刻把大哥弄掉 丟掉 緊接而來 那麼他不再使用任何的